长颈鹿的脖子如何变长是进化生物学的旗帜性论题 自拉马克和达尔文时代便成为研究的焦点 两位泰斗虽对长颈鹿脖子伸长过程的认识有较大分歧 但脖子伸长的动力是吃到高处树叶的取食需求 两人都没有怀疑 1996年有学术论文称 长颈鹿的脖子如何变长是进化生物学的旗帜性论题 长脖子特别有利于雄性长颈鹿在球偶竞争中获得优势 同一年中科院骨脊椎所团队在新疆乌伦骨和流域戈壁中 一处约1700万年前地层里发现神秘化石 由于它头骨和颈椎的特殊关节 研究者认为这是一种对碰撞行为极端适应的动物 进而认为其或许与某些在球偶竞争中 有碰撞球偶行为的现生动物有关 当然觉得它实在是太奇怪了 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动物就叫它怪兽 它一直怪兽的名字一直流传了20多年 后来经过我们的详细的研究 才发现它实际上是一种早期的长颈鹿 这几件化石就是我们这次发现的 这个所谓的蟹直盘角鹿 它是长颈鹿的早期的一个祖先 或者说它跟它祖先有比较近的关系 拿的这个是个雄性的这个化石 而这个是一个它的雌性的这个 雌性的这个化石 它这个骨 这个头顶的这个骨壁非常厚实 这雌性的就比较薄 就雄性的这个关节就是特别发育 这个地方是很尖的 有一个尖的这样的一个关节 这样子它的这个环锥 它放在这上面 它之间的这个关节就特别牢抗 这个环锥呢实际上是 正常动物的环锥它是没有底下这块部分的 正常动物只是一个环 而这个动物呢 它的那个下部有一个很强的凸起 然后让它这个关节的特别牢固 王世奇表示 长颈鹿和盘角鹿都是极端的打斗者 它们的雄性为了争夺雌性的芳心 不惜发展出一些极端的武器 极端的行为在性选择的加持下 促生了净化石上各种长颈鹿 极端的头颈部的形态学演化 这是它们拍的这个野外长颈鹿 雄性之间争斗的视频 它打架都有一定仪式 它站到一定的方向 然后它们头对头或者身体 侧面站在一起 它们就通过这种方式来决斗吧 实际上这个力量是非常大的 有的时候它会造成对手的死亡 就是我们对现实盘角鹿长颈鹿 打斗做的复原 把两个不同时代的动物 放在同一个背景之中 我们前面这个就是我们复原的切直盘角鹿 它头顶上有一个凸起 可以进行来头对头的碰撞 而这个圆颈就是长颈鹿 刚才我们一看它可以用脖子来 进行攻击对手 这就是说明这个动物 它在性别竞争中对它头颈部和脖子 它演化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长颈鹿具有很多形形色色的化石金属 但第一个也是迄今唯一具有长颈的鼠 就是长颈鹿鼠本身 其化石记录不早于五百万年前的上新式 在新生代非常完善的化石记录中 目前找不到长颈鹿颈部伸长的中间状态的证据 似乎长颈鹿的场景是短时间内突然产生 以前我们总是在想长颈鹿它有一个短脖子的祖先 就是说至少有个中间的脖子和脖子是半长不长的这样的情况 我们老在找这样的化石 但实际上我们的几十年甚至近百年的那个努力 可能也都趋于一个失败 也有可能就说实际上中间这个过程也许是不存在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